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大地酒店西餐厅 喜欢听的体验心得分享 吃了我就敬畏天人 他真的是 现点现做现好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 就是大地酒店的餐厅 之前不是被我骂个臭头吗 就是月儿弯弯 怎么这一次还会再来聊这个 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我其实大概一个月 会去个一到两次 他的泡汤 因为大地酒店在北投 本来就是主打 泡汤的这种温泉饭店 所以偶尔我还是会去啦 那当然你泡完汤 你就会肚子饿 所以你不知道要吃什么 所以我就跟朋友在附近 找了一下想说 要出去吃外面又下雨 就是麻烦 那你不如就在里面吃好了 反正因为这一次 Omicron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反而就是 比较少去住房 那么他的餐厅 其实就留了蛮多空位的 因为没有人去住嘛 当然就随便都可以吃 所以我就进去 然后进去就说 有位子耶 那就试试看好了 那大地酒店 它最有名的 其实是奇言一号 就是中餐厅的部分 那中餐厅 它的素食 感觉上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后来是选择 这个西餐厅来吃 但是呢 它的价位也不便宜 先跟你讲荤食的部分 荤食里面 它有准备两种套餐 那比较完整的套餐 叫做大地套餐 那它的价格是1880加10% 所以就是吃一次要2000块钱 通常如果你是住宿客的话呢 它会附带晚餐 或是附带早餐 所以这个部分是免费送你的 所以它的一次住房的费用 为什么要上万块钱 你可以理解了吧 因为它含餐 吃饭就比较贵 那你当然如果你是散客去吃 你没有用餐券当然就是这个价格了 那荤食的部分一样 它有准备两个套餐 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套餐 只有980加10% 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套餐 是1580加10% 所以算一算也是多少 大概也要1650 1600 1700这样子 都不便宜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不是 闲闲没事就想去吃一下 觉得不是这样子 这通常是否你 真的有去那边住宿 然后晚上去吃一个 高级一点的感觉的餐厅 这价格是这样子 那它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位 我们今天就来跟你分享 那我跟我朋友 就是当然一个点荤的 一个点素的 我是吃素食这一块 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 就是这一次的整个心得 那将来你如果有要带亲友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去度假 在国内做小旅行的话 这个餐厅 这个饭店你是可以考虑的 这也是我现在先讲一个小结论 好 那我们就开始 这个西餐厅的餐厅 它的位置数大概有四五十个以上 所以其实蛮大的 蛮多位置的 那确保就是说 他们其实在客满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可以很顺畅的出餐 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应该是蛮有把握的 至少我自己吃的感觉是不错 那我那天去吃 大概就是在一月中旬左右 那个时候因为国内的Omicron已经开始了 就是在蔓延 所以其实去的人不多 我这一次去吃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大概就是15位不到 所以其实人蛮少的 因此这个用餐环境是非常宜人跟舒适 因为他们把大家都排开 所以你就不会被隔壁桌给干扰到 所以这个是还不错的一点 那上来之后你选完餐 接下来他就是先送一点水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 那一开始他给你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特制面包 这个特制面包它一个是蔓越莓口味 一个是单纯的面包口味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类似像一个砧板 很厚的砧板 那上面就是一个小盒子 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有放一块布 然后你的两个面包就放在里面 那当然是因为两个人 所以就是一个人两个 所以总共是四个面包 那它旁边还有两个沾酱 一个是油醋酱 另外一个是这个cream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奶油 那奶油的做法 其实应该是要等它稍微退冰一点 你比较好沾 那因为它从冷冻库拿出来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雕花 但是呢 它就是有点硬 那我想说 不过就面包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拿起来吃 那吃了我就敬畏天人 它真的是 现点现做现烤出来的 非常的好吃 然后它可以无限序 如果你肚子不够 就是吃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叫它一直上 它会一直帮你上 哇 这个真的是太太惊人了 那蔓越美搭配那个奶油 真的很好吃 那另外一个是单纯 比较没有其他添加味道的 这个普通的圆面包的部分 它如果来沾那个油醋 也非常的好吃 哇 真是吓死人了 我想说西餐厅的感觉 怎么跟那个之前 月文湾差那么多 月文湾虽然说是标榜一些 高级的刷刷锅 可是它的汤是 完全是淡而无味的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一开始就给你一个 很美好的start 你就会期待说 哇 那接下来的食物就会很棒 因为吃西餐你也知道嘛 就是餐具由外往内使用 然后就是慢慢上慢慢吃 那重点是你跟你的朋友聊天 所以大概整套走下来一个半小时 那总共上了大概六个餐 所以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等的 那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送上的这个小点心 这个开胃的面包就这么棒 那就更何况是其他的 那再来是前菜 前菜的部分的话 我个人给的分数大概是90左右 如果面包是给100分的话 前菜的话其实就算是 我们一般人在外面吃会有的 生菜沙拉 然后它是 温食的部分的话 它给你的是一条下子 所以那个虾子 感觉起来不便宜 然后我朋友吃过 他是觉得说蛮好吃的 而且他是新鲜的 他没有那个所谓的 因为通常 如果是不新鲜的虾吃起来 他不是会比较 那个刷刷的感觉 就是因为已经放太久了 然后他的肉质变坏了 那这一次在西餐厅吃的 这个虾子是好的 是没有问题的 就代表他们真的是 品管有做到 是好吃的 然后生菜嘛 他还有放一点这个小番茄 这小番茄蛮好吃的 蛮新鲜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自己做的 叫做酥炸牛肝菌 我就想说为什么 我的这个类似像香菇的东西 为什么吃起来都没有味道 原来它是牛肝菌 这一种让你吃食材原始味道的 自然它的 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添加物 所以它就会比较原始一点 所以这对我来讲 其实算是蛮新鲜的体验 因为大部分我都吃很重温 素质可能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有什么好吃的调味嘛 所以你可能就会 盐巴下多一点之类的 所以我就会比较喜欢吃重温一点 那这一次的前菜我给的是90分 就是还不错 然后虽然说它味道淡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那荤食的部分 它做的海鲜的品质也是好的 这样子 好那吃完前菜之后 接下来吃上汤品 汤品的部分 我只给60分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是太清淡了 那当然汤有两种做法 一种的话是让你吃爽的 然后就是喝浓汤很好喝 那另外一种的话 它给你的是就是所谓的 转腕口味用的 所以它给你一个比较淡的汤 然后把你嘴巴的味道洗掉 然后呢 接下来它才要上那个炖饭 或者或者是面 它是可能 它的这个汤品比较淡的原因 是因为它要做一个不同的层次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 前面有讲过是一个比较吃蛋 所以它这个汤真的很想要 跟它要个胡椒 或者是要个盐巴还加 那算了 我想说它 没有像之前越尔文 玩那么的像水 它是有那个 真的是有食材的味道 但是就是非常的清淡 那它是干嘛呢 它是用那个清炖野菇蔬菜汤 所以就会让我 就是回想到 越尔文文那时候的 那个不好的回忆 那荤食的部分的话 它是写 精炖老母鸡汤 配豆浆油条 蛤蜊跟白菜 我觉得它这道菜 在荤食做的蛮用心的 因为它是把一些食材 都做好之后 它先放在一个 很大的圆盘中间 有个小小的凹洞 然后它等到 这个盘上了之后 它才用一个快煮壶 然后把他们做好的 这个鸡汤 加上豆浆的部分 然后把它倒下去 它的视觉效果 其实是蛮好的 就是会让人家有这个 这个热气增上来 然后这感觉起来 就是一个很棒的浓汤 那我朋友喝过之后 他的感觉是说 它有豆浆味 但是还是太清淡 也许它就是标榜着 所谓的大地原始食材 所以它可能就是 大地本来就不会有什么野味 所以你煮出来 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如果它把味道加重一点 我相信大家会更喜欢 那没办法 那如果你是喜欢清淡一点的 也许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只有给60分 原因是因为实在太清淡 但它是好喝的 就是很淡这样子 好 那上完了第三道之后 其实接下来就是 煮菜之前的一道 让你要稍微舔一点肚子的 那荤食是上顿饭 然后素食的部分是上面 我的是意大利面 它是清淡的天使细面佐松露 然后它还有一个茄子泥 那这个天使细面 其实我说真的 外面可能比较不常吃到 然后它其实做的还蛮有嚼劲的 很好吃 然后它的那个味道也都是裹的 都满足的 所以对我来讲真的是 很好吃很好吃的一道菜 说我非常喜欢 这个是95分 很棒 那荤食的部分呢 是茴香蟹肉炖饭 配咸鸭蛋捣碎 所以荤食的部分 也是非常有味道的 因为它是有那个螃蟹的肉嘛 蟹肉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饭的部分 其实味道做得很好 我当然没有吃 但是我朋友是说蛮喜欢的 所以这一道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煮菜的部分 然后在上煮菜之前 它会给你一个沙瓦 就是一个柠檬冰沙 让你把你的味道给去除 这样你才不会影响到 你下一道菜这样子 当然你也可以靠喝水 好 这是绿绿的这样 好 来 那素食的煮菜是什么呢 素食的话 它这一次我觉得 很微妙的地方是 它用的是一个番茄肉酱 就是它可能用一些素肉 或者一些香菇 然后它跟番茄去炖煮起来 那个味道是非常浓郁的 然后它是用结瓜去焗烤 所以你平常如果在吃结瓜 你就知道 其实它不管是 切一切之后拿来烤 或者是你拿来煮汤都很好吃 那它这一次是把它切一半 然后中间挖掉一些 然后铺上这个番茄 素肉酱之后 再放一层起司去做焗烤 非常的好吃 我觉得很烫很棒 然后它旁边的摆盘 也是放一些其他的 碳烤季节蔬菜 比如说玉米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佐料 这样子都非常的好吃 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吃完居然会饱 我就觉得还不错 就是一般人家 我们如果去吃一个什么 前都日式刷刷锅 那可能一个人的小火锅 了不起就是250吧 或者是180 素质比较便宜 然后你就可以吃淘宝了 对 但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其实可以给你带来 差不多的饱足感 但它价格是它的十倍 只是我会觉得说 你不会饿到 你如果真的觉得饿的话 你可以跟他再要面包 那面包也真的蛮好吃的 那荤食的部分 有好几个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就会选择 美国的牛排 热眼牛排 或者是选那个雪鱼 那雪鱼的话 它就是鱼排嘛 那我的朋友他选的是 法式烤羊排 然后它是煮烟蒜泥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们如果常常去吃羊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跟比较一下 它的这个肉其实没有特别的柴 所以还算好吃 然后这我朋友跟我讲的 那他说一般而言的话 羊排都是会配上这个薄荷酱 毕竟你如果一直都是吃一样的东西 你会觉得会很快就腻了 你就吃不下了 所以一般的餐厅 他在做料理羊排的时候 他会用薄荷酱来让你就是 稍微有点转换这个口感 那这一次大地酒店他做的是肉酱 肉酱也不是难吃 肉酱是好吃的 只是你会很快你就会觉得说 有点吃不下 因为口感太一致 所以有时候会需要一点转换这样子 那当然他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一般而言羊排他为了要让你方便去拿起来吃 他会用那个铝箔纸帮你把那个羊排的骨头给包住 你可以好拿 但因为这家餐厅他没有 所以你就是手拿一拿之后 你整个手上都是那个油 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吃吃看金色山脉 因为金色山脉其实有一个羊排的餐 他的份量没有很多 但是烹调的也蛮好吃的 那个听朋友讲都听别人讲 因为肉我是没吃的 那他都吃得惊奇有味 就是好像真的还不错 但你不要忘了 金色山脉的羊排一个套餐是多少 也算是最贵的七八百 好不是那么便宜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偶尔吃一次可以 但是不可能天天吃 毕竟你这样子很容易肥 常常去吃金色山脉的一定会变胖 相信我我就是这样 好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甜点 甜点之后是茶或咖啡 这个也配在一起上一起吃 那素食的部分只有水果 算是他们不太可能会为了素食的 这个用餐者 他去做一些素食的甜点 那他荤食的部分 他就有做一些蛋糕的部分 可能你没有用到吉利丁 这个是这个猪皮萃取的 所以通常他们不会给素食吃 那素食就单纯的吃水果 但是他水果也不是很低级的 他居然有给我两颗草莓 两颗草莓大概也是20块 或40块的价值 也不错啦 那也蛮好吃的 他也不会是那种 就是冷冻的草莓 而是现在新鲜的草莓 所以是蛮好的 所以总结这一次的体验 我大概是可以给到 85到90分的水准 我就想说 如果我一开始 不是去吃月儿玩玩 我反而是来吃这个的话 我就会觉得 哎呀我的体验不是会好上不少吗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蛮妙 就叫倒吃甘蔗 一开始是先体验的最烂的餐厅 然后后来才觉得慢慢的好 那也许下一次有机会 我就会去体验他的起研一号 那起研一号 他的充餐厅也是网路上评价最好的 好那这个欢喜厅的西餐厅 反而是第二次级的这样子 所以呢你们有兴趣 有机会你们也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 好那刚刚讲完了价格之后呢 还是要来提示一下 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用信用卡支付 你可以多一些折扣 那哪些卡片有折扣呢 不免除了第一个就是美国运通卡 好美国运通卡 在台湾发行的美国运通卡 或不是美卡 好这个卡号是不一定 卡号他们可以去判断 好就是台卡的部分 才会有这个折扣 是88折 那如果你是美卡的部分的话就没有 毕竟是台湾的公司去谈的 那还有一家银行的顶级卡 也是88折 是台信银行的顶级卡 好那再来的话呢 大部分的顶级卡都是只有9折 好像国泰斯瓦的Costco 这个无线卡的部分 好这张卡片是9折的 别忘了我们去年讲 月儿弯弯是85折 好所以他的折扣还是略有调整 就是年度权益在更新的时候 他们其实还会跟餐厅重谈 那这一次很明显的就是 餐厅不愿意让利那么多 所以就是只有到9折的折扣 好那9折折扣是怎么意思 就是至少你的服务费10%是可以免掉 好是这个意思 那这一次我使用的是 星光银行的无线卡 星光银行的无线卡的部分 也是打9折 好所以等于是免除服务费的部分 好那我们最后呢 就是来做几个归纳 第一个就是 其实五星饭店 或者是温泉酒店这种 他的餐厅水准啊 大部分都应该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他为了要去真的去拿到这个 五星的这个title 他就必须要拓展到 至少三间以上的餐厅嘛 好所以这次为什么会把月儿玩完 他们就是硬是几心了 可是月儿问完他们有一个 后面一个真正的厨房 他应该是从中餐厅那边 把东西充出去 好那那边就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而已 好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要做到真的是一个五星的等级 他可能还要再努力一点 好但是呢 他的硬体设备 其实是差不多都有的 好像我去那个外面 好就是西餐厅旁边 就是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 他在外面嘛 你去上厕所你发现 他里面居然是 total washlet 他是那个免制马桶 真的是蛮好的 好那我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他们那个灭火器的部分 一般不是都红色 一个摆在旁边吗 他还会再用一个 有一个像麻布袋嘛 然后把它套上去 然后写说这个灭火器 他等于是让他们整个室内 都是有一个一致性 而不是说就是随便就放在那边 对我觉得他们是在某些地方 是有蛮注意小细节的 只是那个月文 真的是很难吃 就是插在这里而已这样子 好来 第二个呢 就是记得要带上你的顶级卡 因为他是要出示卡片 然后来刷卡 才有这个折扣的 那如果你永远都是 只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你都没有使用 这些顶级卡的部分的话呢 那你就拿不到这个优惠 不过一般人也可以用 就是你去网路上买餐券 那用餐券来做折叠也可以 因为网路上有卖一种餐券 就是说你可以去泡汤 再加上吃饭 这样子 也是有一个set的组合 你就注意这个线上旅产 如果有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去购买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搭配 网路刷卡有回馈 或者是在官网刷的部分 你就可以透过 由Vondavu卡 或者是目前的 联邦幸福M卡来做消费 一样都有6到7%的折扣 好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那再来第三点 想要跟需要 这个你还是要想清楚 你是真的很需要 去那里吃一顿饭吗 还是说你只是要打中间充盘子 或者是你的生活消费水平 已经到那里了 所以你平常都可以去消费 那没有差 这个你还是要自己去想清楚 如果我们还是在累积财务自由的阶段 那也许应该要把这笔钱省下来 然后让他为你滚成 未来财务自由的一部分的金钱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或者是有别人请你 你就是免费去当少爷 或者是公主 那当然很好 就是别人请你吃饭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也私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